大家好,欢迎来到言谈股市 OK,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分析一下这间公司 United Foundation 然后它现在的股价是在13.88 我们从几个点来看 就是主要也是有网友问 会不会这个也许影响它的这个股价 然后还有就是我本身对这间公司的一些的看法 OK,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它的这一个市值 现在的市值是5.78个Billion 然后P42.4 然后这一年来讲的话是有下跌一个4.28% 5年来说的话呢 就是只是为涨了一个1.39% OK,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报告 这是最新的这个财务报表 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季度 它的这个Net Profit Margin是多少 我们知道它是赚154个Billion OK,所以如果你来除上这个它的Sales的话呢 是这里525,所以你得到差不多29.3% 所以它的以它的以它的Net Profit Margin来讲 是蛮高的 然后这个是这个季度 如果是9个月的话呢 9个月的话它是赚一个364个Billion给股东的 然后你除上1407的话 也是有一个25个25.87% 我们要知道这些中油公司啊 他们做的是原产品嘛 所以原产品就有一个原产品的价钱 你看这个马来西亚这个Palm Oil Price的走势 今年来讲的话呢 你看今年来讲其实是上升的 从疫情那时候疫情开始 需求就大跌嘛 因为lockdown等等 然后过后呢 就5月2020年开始就一直上升到现在 一直在创新高 然后等一下我们看是什么原因 导致它这个Palm Oil创新高 管理层也是会给我们一些的分析 跟接下来它那个中油价钱的这个走势 然后我们看以它的现金来讲呢 其实这些公司是现金很多的公司 你看它这里有229个Billion 加上331 总共是560个Billion 560个Billion它的债务 也是一个进现金的公司 没有债务 只有一个100 这边只有一个100 100千吧了 对 然后就没有什么了 然后你看它下面 我们就看它的现金流 现金流这9个月来讲也是很强劲 你看它收到Cash 424Billion 你扣掉它的Cash 它有一个Free Cash for 350多个Billion 它可以给出去一个269个Billion 所以它也是给蛮多股息出去的 赚的钱都给蛮多出去 然后我们看它 告诉我们说它的Sales主要是来自哪里 你看它这边有说主要是来自plantation 就是它的上游 上游它是种子那个中油的嘛 所以它就卖它的果实跟它的种子Canel 所以是在这里 然后 inter segment就是它卖给它自己的一些 属于自己的公司要做refinery的 所以就有个700多个Billion 然后refinery它就卖给external的 顾客 它自己的顾客 它这里也是有卖一些给external的顾客啦 不是它自己的啦 所以以它的这个Sales来讲 你看323是卖给自己的公司的 差不多41% 然后差不多60%是卖给别人去做refinery 然后它自己也有refinery refinery当然全部是卖给别人 所以以refinery来讲的话 以整个Sales 1.4个Billion的话 67%的Sales来自refinery 然后其他的 然后其他的是来自这个卖这个果实 那个中油果 然后他的profit的话 profit margin before tax 的话呢你可以算一下 如果是卖果实的话是58个巴仙 然后这一个的话 refinery就比较少 refinery是在一个2% 所以主要还是卖以卖果实这里赚最多 但是refinery是以它的它的这个Sales 啊来讲是最最高 然后我们看它下面 嗯这里就有讲到它的这个CPO的价钱啊 就是刚刚我们所看到的啊 PK是它的Pump Canal 它的那个总值的价钱啊 所以跟去年相比的话 你看它去年的话 因为它也是有马来西亚跟啊印尼不同的这个价钱 以马来西亚的话 我们看中油价钱都涨了一个20%啊 如果是啊整个average来讲的话 你呢这个3053啊减掉2495啊 你就知道说也是涨了一个22% 所以基本上都涨 嗯不管是它的种子啊 还是它的这个啊中油价都在涨啊 然后它这里有说啊 有一个win vortex啊 就是政府筹的一次性的税啊 啊这边之前是3.3个million啊 现在变成37.8个million 所以就增长了1000%啊 不过我们知道这是一次性的 但是明年开始就100个million 以上有那个prosperity tax嘛 对不对 然后你看它这里 它就有告诉我们一些的情况 啊interest income就是降低了 就是它把钱放去那个利息里面 因为利息也低嘛 现在然后呢 就是说它有它要还一些的税啊 给多一点的dividend 所以利息就少了 然后它还有放在这个mdex做haging purpose 它可能有做一些contract啊 来hash掉它的这个refinery的那个 因为担心那个CPO price的波动会影响它的赚付嘛 啊所以它就放在那里 然后你看它的refinery这里 refinery的sales是有增加一个60% ok 啊跟这个啊去年同期的话 啊sales volume也是增加啊 所以它ASP有增加 sales volume也是增加啊 然后看它的这一个profit before tax就会就掉啊 主要它说因为它hash那边亏钱啊 啊因为他们是这样子嘛 他们 他跟它的customer定在一个价钱 他也怕那个CPO price突然间掉下来 所以它一定会有一个对冲 对冲那个CPO price掉下来 它可以cover 那你知道CPO price冲上去 那CPO price一冲上去的情况下 它的contract就会亏钱哦 但是它说这个haging loss啊 是这个季度啦 下个季度就会reverse了 当它deliver这些finished goods的时候 啊下个季度应该就不会有这个loss 然后它说refinery的话 啊它说这边是因为它的这个 啊losses啦 啊主要是haging haging还有这个currency loss啊 啊currency exchange loss的关系 ok 然后others的话呢是loss的 啊negative returns in unit trust 啊因为它拿去投资一些的unit trust啊 所以所以你看它这边啊 跟上个季度比的话啊是有增加 上个季度总体的sales有增加 然后它的interest income有增加 profit before tax也是增加 profit after tax也是增加 ok 这里就没有告诉我们什么原因啊 这边就有告诉我们原因 主要是cpo price啊跟这个canel的价钱增加 refinery也是增加跟上个季度也是因为higher selling price 成本卖比较高的这个refinery的价钱啊 然后 它的profit是少一个40%啊主要是haginghaging的这个亏损 然后呢 啊还有讲它这个share of loss啊不多啦一百多万啊 ok今天我们的这个分享我们就分几个阶段了 我们就暂时分享到这里 快太长了我们太闷了 我们下一个阶段我们再继续 好谢谢大家的时间再见 谢谢